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横梦梦》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贾政便卓人叫贾连把这两件东西送到老太太那边去 并叫人请了新王二夫人奋杰尔都来瞧着 就把两件东西依依试过 贾连道 他还有两件 一件是微凭 一件是乐众 总共要买二万银子呢 封杰尔接着的 东西自然是好的 但是哪里有这些先钱 咱们又不比外任都府要办公 外任都府要办公 我已经想了好些年了 像咱们这种人家 必得这些不动摇的根基才好 或是基地 或是义庄 在这些坟物 往后子孙遇见不得已的事 还是 还是点耳底子 不到一败涂底 我的意思是这样 不知老太太 老爷 太太们 怎怎么样 若是外头老爷们 要卖只会买 家母与众人都说 这话说得到也是 贾连道 还了他 还了他吧 认识老爷 叫我送给老太太 敲 为的是公里好近 谁说买来搁在家里 老太太还没开口 你便说了一大堆丧气话 说着便把两件东西拿出去了 告诉贾政 只说老太太不要 便与疯子引导 这两件东西好可好 就只没银子 我替你留心 有药买的人 我便送心给你去 冯子引指的收拾好了 坐下说些闲话 没有心头 就要起身 讲真道 你在这里吃了晚饭去吧 冯子引道 大罢了 来了就 到叫老伯吗 贾政道 说哪里的话 正说着 扔回 大老爷来了 贾政 贾贺早已进来 贾贺早已进来 彼此相见 学歇寒温 不一时 搬上酒来 小转罗列 大家喝着酒 至思无寻厚 说起洋货的话 冯子引道 这种祸本是难消的 除非要像尊府这样人家 还可笑得 其余就难了 贾政道 这也不见得 贾贺道 我们家里也比不得从前了 从 我们家里也比不得从前了 这回儿也不过是个空门面 分此音又吻 东府郑大爷可好吗 我轻而见他 说起家常话而来 提到他琳琅 续娶娶的媳妇 不及头离那位亲世奶奶了 如今后去的到底是哪一家的 我也没有问起 贾政道 我们这个 至于斯文西夫尔 也是这里大家 从前做过 金边 金基道的 胡老爷的女儿 胡老爷的女孩 分此音道 胡道长 我是知道的 但他家教上也不怎么样 也罢了 只要姑娘好就好 贾连道 听得内阁里人说起 玉村又要生了 贾政道 这也好 不知转不转 贾连道 大爷有意思的来 分此音道 我今儿从离不离来 也听见这样说 玉村老先生是 贵本家不是 是贵本家不是 贾政道 是 分此音道 是有福的 还是无福的 贾政道 书也话长 他缘起是浙江湖州府人 流域到苏州 神不得已 有个 曾世音和他相好 时常周记他 以后中了进士 得了绑下支线 便娶了陈家的丫头 如今的太太不是真配 其知曾世音弄到 零落不堪 没有找出 玉村割了支以后 那时 还与我家并未相似 只因舍妹 帐 只因舍妹帐 陈入海 陈公在揚州巡演的时候 请他在家做嬉戏 万神女儿是他的学生 因他有起伏的心 要静静来 想好万神女儿 要上来弹琴 林姑老爷便托他 照应上来的 还有一份剑术托我 吹嘘吹嘘 那时看他不错 大家常会 其知与村也齐 我家实习期 从袋子背下来 宁容两宅 人口房舍 以及喜剧实习 一概都明白 因此 虽觉得清热了 有营销说道 几年间 门子也回钻了 由支付推升 转了玉石 不过几年 升了历布施朗 并不上述 为这一件事 降了三级 如今又要升了 方子应道 人世的荣库 人徒的得势 中属难定 假正道 天下事都是一个样的理由 比如方才那柱子 那颗大的 就像有夫妻的人似的 那些小的 都拖来着他的灵气庇护 拖来着他的灵气护避者 要是那大的没有了 那些小的也就没有收拦了 就像人家 当头人有了食股肉也都分离了 亲戚也都聆络了 就是好朋友也都散了 转顺荣库 真似春云秋夜一般 你想做官有什么趣儿呢 像雨村算便宜的了 还有我们差不多的人家 就是真家 从前一样工训一样实习 一样起居 我们也是时常来往 不多几年 他们进来 柴人到我 柴人到我这里 亲爱 还很热闹 一会儿抄了圆寂的家财 至今杳无音性 不知他近况 不知他近况若何 心下也是惦记着 甲赫道 什么柱子 贾震同分子营又说了一遍 给甲赫听 甲赫道 咱们家是再没有事的 分子营道 果然尊父是不怕的 一则里头有贵妃找尹 二则姑久好 亲其多 三则你们家自老太太起 至于少爷们 没有一个刁钻刻薄的 甲赫道 虽无刁钻刻薄的 却没有德行财情 白白的一租失睡 哪里当得起 甲赫道 咱们不用说这些话 大家吃酒吧 大家又喝了几杯 摆上饭来 吃笔喝茶 冯家的小四走来 轻轻地向子营说了一句 冯子营便要告辞 甲赫问那小四道 你说什么 小四道外面下雪 早已下了帮子了 甲赵叫人看事 已是雪深一尺多了 也是雪深一寸多了 甲赵道 那两件东西你收拾好了吗 冯子营道 收好了 若村府要用 价钱还自然让些 甲赵道 我留神就是了 甲赵道 我在听 我在听信吧 天气了 请吧 别送了 甲赵 甲赵 便命甲连送了出去 未知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甲赵 甲赵 投靠甲家门 水月安 先翻封月安 却说封子营去后 甲赵叫门上的人来吩咐道 进而临安博那里来请吃酒 知道是什么事 门上的人道 陆才曾问过 并没有什么喜庆史 不过南安王府里 到了一班小戏子 都说是个名班 博业高兴 唱两天戏 紧相好的老爷们悄悄 热闹热闹 大约不用送礼的 说着 甲赵过来 问道 明儿老爷去不去 甲赵道 趁他亲热 怎么好不去的 说着 门上进来回道 衙门里书班 来请老爷明日上衙门 有堂派的事 必得早些去 甲赵道 知道了 说着只见两个 管团里地租子的家人走来 请来磕了头 旁边站着 甲赵道 你们是好家庄的 两个答应了一声 甲赵也不往下问 竟于甲赵各自说了一回 花儿散了 家人等秉着手蹬 送过甲赵去 这里甲连便叫那管租的人道 说你的 那人说道 十月里的租子 奴才已经 提来 上来了 原是明儿可道 谁是境外拿车 把车上的东西 不用分说 都陷在地下 奴才告诉他 说是府里收租子的车 不是买卖车 他更不管这些 奴才叫车服务只管拉着走 几个牙医就把车服混打了一顿 硬扯了两辆车去了 奴才所以先来回报 求老爷 求爷打发个人到衙门里去 要了来才好 在这也整治整治 这些无法无天的差异才好 爷还不知道呢 更可怜的是那买卖车 客上的东西全不顾 先下来 赶着就走 那些赶车的 但说句话 打得头破血处的 贾连听了 骂道 这个还了得 立刻写了一个帖儿 叫家人 拿去向那车的衙门里要车去 并车上东西若少了一件 是不易的 快叫周瑞 周瑞不在家 又叫旺儿 旺儿上午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 贾连道 这些旺八日的 一个都不在家 他们成年 家吃粮不管事 您吩咐小四们 快给我找去 说着也回到自己屋里 睡下不提 且说林安博 第二天又打发人来 请贾正告诉贾 贾连道 我是衙门里有事 您儿要在家等候拿车的事情 也不能去 当时大佬也带着 宝玉 应酬一天也罢了 贾连点头道 也是的 贾正前人去叫宝玉 说进而跟大爷到林安博 到林安博那里去 听戏去 宝玉喜欢得了不得 便换上衣服 带了陪敏 扫红 除药 三个小子 出来见了贾赫 请了安 上了车 来到林安博府里 门上人回进去 一回子出来说 老爷请 于是贾赫带着宝玉走入院内 直接宾客宣称 贾赫 宝玉见了林安博 又与众宾客都见过了李 大家坐着 说笑了一回 之前一个长班 拿着一本戏台 一个 鸭 鸭 向上打了一个亲耳 说道 求各位老爷赏戏 先从尊伟点起 挨之贾赫 也点了一出 男人回头见了宝玉 便不想憋出去 竟抢不上来 大哥亲耳朵 求二爷赏上两出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